文波陪伴,英语不难 大家好,我是教英语的文波老师 今天我选择了哈利波特一第六章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我们来看一下大文号JK Rowling是如何书写的 Harry kept to his room with his new owl for company 在9月1号开学之前 Harry在巨人的帮助之下买到了各种东西 摆脱了他姨父姨妈的各种阻挠 那么他很开心 很快9月1号就到了 他也不想再跟自己的姨父姨妈有任何的照面 所以自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 Harry kept to his room with his new owl for company company在这里是陪伴并不是公司 我们在国外看新闻最后总听到一句话 Thanks for your company 谢谢您的陪伴 不是谢谢你的公司 那唯一给他陪伴的就是一个猫头鹰 猫头鹰象征着智慧 with his new owl for company 大家发现这是一个with伴随结构 with加一个名字短语 后面来一个借词 我们之前学过很多这种with的结构 with a rifle in his hand 手里拿了一个来福枪步枪 他的姨父 Vanon shouted at Hagrid 朝巨人 Hagrid去吼叫 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经常会听说 with a book in his hand 手里拿本书 老师就进来了 或者考试快到了 with the exam just around the corner I feel increasingly nervous 我感觉特别特别紧张 那么之前给大家讲过独立组格的各种结构 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 可以点击右上方的卡片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一句 He had decided to call her Hedwig Harley决定把这个猫头鹰叫Hedwig Wig是假发的吧 那整个这个名字呢 A name he had found in a history of magic 他之前在魔法史的这本书里面 发现过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他就给自己的猫头鹰取名为Hedwig His school books were very interesting 他学校的魔法书特别有趣 He lay on his bed 躺在床上 Reading late into the night 读得很晚 一直读到深夜 Late在这里本身就是副词 修饰动词读 读得很晚 一直读到深夜 Into the night 我觉得这个into用词特别棒 体现了哈利波特如鸡是可 渴望知识 Hedwig swooping in and out of the open window As he pleased 那么照他喜欢的 他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 走成门一样 这个猫头鹰呢 就是呼啸一声 进去 又再飞出去 那么窗户是开着的 As he pleased 想怎么准就怎么准 在傍晚的时候 因为哈利呢 自己沉浸在魔法书的世界里面 It was lucky 很幸运 It 只带是that后面整个一个句子 我们在长谈剧阅读当中 要想读得快 其中 It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可能是强调句 可能是吴真诚代词 可能是指带后面的to do do in 也可能后面只带的是一个 虫句 that 这是形式主义虫句 也就是说 后面的一个句子 他的姨妈 Petunia 并不到他的房间里 来去西城 很幸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猫头鹰 kept bringing back dead mice 不断的带回来死老鼠 我们知道 kept是keep的过句 是keep doing 不断的做某事 安踏永不止步 keep moving 好 这个猫头鹰 kept bring back dead mice 复述很多老鼠 every night before he went to sleep 每天晚上在他睡觉之前呢 Harry ticked off another day tick 勾 勾掉一天 再勾掉一天 迫切的期待 早一点开学 好 那么他在哪里 去take off another day 把一天滑掉呢 on a piece of paper 有一张纸 he had pinned to the wall 你看过去半生很棒 这个纸哪个纸呢 就是他之前 拿钉 钉在墙上的 这样的一张纸 纸上面有还差几天 那他在 tick 在勾掉的时候呢 倒数着 counting down to september the first 数着9月1号 什么时候开学 也就是说 他迫切的要离开 对他各种虐待 各种迫害的 德斯里一家 希望早一点 自己魔法的旅程开始 我们大部分同学 是希望 哎呀 假期什么时候到啊 哈利波特不一样 他期待着9月1号 赶紧到来 好 我们继续前行 我再给大家看 这一天早上 他在5点钟就起床了 Harry woke at 5 o'clock the next morning And it was too excited and nervous too 太而不等 太激动了 以至于睡不着了 不能再回去睡了 再回去错过了 怎么办 He got up 他起来 and pulled on his jeans pull是拉 是拽 迫不及待 再加上牛仔裤一般 紧身 对不对 但他本身比较瘦 他还是用力的拉拽 难掩自己内心的 这样的一种兴奋 就是因为 He didn't want to walk into the station in his wizard's robes 他为什么要穿牛仔裤 不穿袍子呢 他不希望 进到火车站的时候 还穿着魔法式的袍子 He would change on the train 他会在火车上换衣服 He checked his Hogwarts list yet again 他又检查了一下 霍格沃尺魔法学校的 需要的清单 来确保干嘛呢 He had everything he needed 确保 所有该需要的都带了 他发现 Hathaway was shot safely in her cage 他再看一看 这是连续并列了两个动作 还加上后面一个三个动作 他发现 这个猫头鹰 在他的笼子里 被关得很安全 不会跑出来 And then pace the room 他就接下来 夺步 在这个屋子里走来走去 他特别的急切 注意 在这里 pace 是一个急无动词 不用再加音啊 直接pace something Waiting for the Dursleys to get up 他夺步的同时 等待着Dursleys家起床 Two hours later 等了两个小时漫长的时候 漫长的等待之后 Harry's huge heavy trunk Harry 又沉的行李箱 终于被装满了 装到Dursleys的车上了 从他醒 然后到等待 等了两个小时之后 才终于出行 Aunt Petronia had talked early 他的姨妈 Petronia 说服了他的表哥 达利 坐在哈利边上 那么你想 他有这么多的行李 对吧 前面坐一个 后面呢 坐两个 再加上各种行李 应该已经满了 他们才出发 好 那么早上 五点钟起床 弄着弄 弄着五点半 六点 然后再等两个小时 可能八点多 出发 我们看到车站的场景 They reached King's Cross at half past ten 十点半到 十一点钟火车出发 给他们半个小时的时间 Uncle Venom dumped Harry Trunk onto a cart 我们知道这个dump 就是扔 老师我昨天被女朋友抛弃了 I was dumped I dumped her 我把她抛弃了 Dump 我们说就是扔的意思 那个饺子往锅里扔 Dumpling 他的姨父 Vannon 把哈里的行李 一下扔到车上面 没有那么特别的爱惜 对不对 And wheel it into the station for him Will 名字是轮子 那就是说 推着 带轮子的这样的一个行李箱 往前走 既然他姨父对得这么好 Harry thought This was strangely kind 这种善良太奇怪了 同学们 如果夫妻两个人 我们看电影 看恐怖电影 看多了 夫妻两个人陪着天天吵架 有一天忽然 这个男的或女的 对自己爱人特别好 非奸几道 要不然就下了毒药了 那这Harry就说 姨父一骂 平时对他这么坏 竟然很神奇 今天帮他推行李了 他觉得这个善良 有点奇怪 Until Uncle Vannon stop dead 直到他的姨父 突然停下来了 这个dad不是死 而是突然的停下来了 Facing the platforms with a nasty grin on his face 他面对着站台 这个站台是附属 很多站台 然后呢 脸上有一个得意的笑 Green 那这个笑呢 很恶心 Nasty 凝笑 满脸的 这个猙獰的这种笑 这个位子 又加名词代词 再来一个戒指短语了 刚才才讲过 Well There you are, boy 你到了,哈利 Platform 9 Platform 10 这是9号站台 这是10号站台 Your platform 你跟我说9又4号 4分之3站台 Should be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应该在这中间吧 But they don't seem to have built it yet 似乎他们还没见好 Do they? 对吧 哈哈哈哈 他们肯定就是嘲笑哈利波特 对不对 Have a good turn 我们一般都是 Have a good day 祝你一天愉快 这个是 祝你学习愉快 Said Uncle Vannan With an even nasty smile 他的这个微笑 就更面目猙獰 更恶心了 你想一想 作为一个亲人 按说送行的时候 那么中了行李箱 一个11岁的小男孩 刚过生日 你是不是帮人家扛上去啊 他一个小孩 怎么扛那个行李箱啊 对不对 我们都搬过家 当你有很多东西 旁边搬不动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帮你的时候 这是非常孤独的 He left without another word 他的衣服 一句话不说 就走了 Harry turned and saw the Dursley drive away Harry一转头就发现 Dursley家他的衣服姨妈表哥 就开车走了 All three of them were laughing 走的时候还在哈哈大笑 一点没有怜悯同情之心 Harry's mouth went rather dry Harry的嘴啊就特别的干 他想说 但是又理亏 人家都已经开车送到这里了 对吧 这么多年的养育 然后呢 他又张不开嘴 对吧 所以呢就发现嘴唇有点干 What on us What's he going to do 他该怎么办 He was starting to attract a lot of funny looks 他已经开始吸引了很多 奇异的怪异的目光 看着他 就是因为他带了一个猫头鹰 He would have to ask someone 他得去问一些人 这时候很无助 11岁的小男孩 亲人离他而去 拖着沉重的行李箱也拖不动 也不知道九十十分之三站台在哪里 他得问一些人 我们看他怎么问的 刚才讲到了 What on us 表示加强预期 What in the world What the hell Blimey Bloody Ready 这都是我们哈利波特里面见到的 加强预期的方式 来 他想去问人 我们到了一个陌生 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人流滚滚 人潮汹涌 就是找不到自己要去的地方 那种孤独感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问人 He stopped a passing guard 他拦下了经过的一个卫兵 But didn't dare mention Platform 9 and 3 quarters 他没敢提 九又十分之三站台的事情 怕被人家嘲笑 The guard 这个卫兵呢 Had never heard of Hogwarts 从来没听说过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And when Harry Couldn't even tell him What part of the country He was in 当哈利不能够 甚至告诉他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在英格兰的哪个地方的时候 He started to get annoyed 这个卫兵 开始感觉到不耐烦了 有点生气了 As though 好像Harry was being stupid on purpose on purpose 专门故意的 你是不是故意调戏我 故意开算的 Getting desperate 那他变得有些绝望 Harry呢 就问 那 In the end 最终 The guard strawed away 最终 这个卫兵就走开了 走的同时 Moddering about time wasters Moddering 就是小声的嘀咕 嘀咕说 这帮浪费人的时间 真烦 实际上就是说哈利波特的 Harry was not trying hard Not a panic 他现在捷径所能的去 让自己 不再崩溃 Panic 不再特别的惊慌 According to the large clock 根据这个大钟 Over the arrivals board 那么arrivals到达 根据火 他到火车站 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出发站 有到达 到达叫arrival 有到达的这样的一个大板上面 有个大钟 他发现 还有十分钟 He had 10 minutes left 他还剩十分钟 to get on the train to Hogwarts 11点钟火车 要出发 现在已经10点50了 还有最后十分钟 He had no idea 他也不知道 how to do it 他不知道怎么去 到哪去登上火车 He was stranded in the middle of a station with a trunk He could hardly lift 他被困在了一个伦敦火车站中江 带着一个箱子 一个箱子呢 他根本都提不动 还有一个口袋里面装的都是叮铃当当的啊 这个魔法师的钱 and a large owl 还带了一个大帽头鹰 大家想想 我们有没有在陌生的城市啊 找不到自己想要见的人 那种无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或者迷路的经验啊 然后我们都听说过 人孤独啊 有不同的层次 那么大家都听说过 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 左右各种情侣亲亲我我 你个人孤独的看 在澳洲的时候那个 爆米花 都是闲的 然后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然后还见过 就一个人去逛超市买生活用品 觉得一个人过日子有些孤独 那但是据说最高级别的孤独 就是一个人去做手术 对吧 也没有任何的亲人在你旁边 然后呢 天底之下就你一个 一个家里就你一个人 所以那种孤独 我们还 我还没有机会体验 我也希望永远不要体验 但是大家能感受 一个哈利波特 一个孤儿 父母都不在了 然后呢 寄养在一父一妈家里 然后要开始自己 全新的学习旅程 没有一个人去送他 自己也不知道 能不能上这个火车 还是重新 调回自己 一父一妈家的 这个魔窟里面 对吧 就在那时 At that moment a group of people passed Just behind him 一群人在他身后经过 And they caught 他抓住了几个单词 A few words of what they were saying 抓住了他们正说的几个单词 packed with muggles of course 充满了麻瓜 麻瓜我们知道 就是不懂魔法的普通人 只有魔法师才会称普通人为muggles 我们都是麻瓜 都不会 所以哈利很敏感 在他身后过去 哈利赶紧掉头 对不对 哈利 swung round 这个swung是swing 像鞦韆摇摆一样 啪就转过来了 The speaker was a plump woman 说话的人啊 是一个丰满的女性 我们知道这个plump是丰满的 U是O M是突 O2有字 丰满的一个女性 Who was talking to four boys 跟四个男孩在说话 All with flaming red hair 全家人都有火焰一样火红的 这样的头发 这名字是一家人 Each of them was pushing a trunk 每个人都在推着一个行李箱 就像哈利面前的那个行李箱一样 And they had an owl 他们有一个猫头鹰 他有个连读 那么哈利觉得 跟我是一样 都要去魔法学校的 绝望之中 还剩十分钟 终于看到了希望 我们刚见到了这个swing 过去时是swung swing swung swung 我们在美国有说 这个摇摆州 swing state 今天是民主党 明天是共和党 那swing round 就是转头转身 比如说he swung round to confront his accusers 有个天在路上走 忽然背后面有个人骂你 go fucking back to china whatever 然后你转身去质疑 对吧 he swung round to confront 来去直面 这样一个指责者 he was swinging his bag back and forth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 拿这个包 然后自己肩膀上面 一甩甩到后面 然后再甩到前面 he was swinging his bag back and forth swing open 就是门 你一推 像那秋千一样 从这头 甩过来了 叫swing open 也可以是风一吹 就把它关上 叫swing open or swing shut swing这个词就特别好用 我们小的时候就秋千嘛 有的时候看了一个大猩猩 在那个树上 左的蹦 右蹦 像当秋千一样 the ape swung along from branch to branch 也就是说像秋千一样 从这个数字 蹦到另一个数字 很生动 好 我们中间 我是节选 有些跳过去了 那在 wesley 一家人的帮助之下 他终于到了火车里面 他坐在火车 看到最后几分钟 wesley的妈妈 和家里所有人道别 勾起了他自己的相思 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自己的未来前途在哪里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他作为一个孤独的孩子 Harry看旁边一个家庭幸福 团圆特别温暖的 这样的一幕的时候 他自己是看到了什么 Harry sat down next to the window 他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 坐下来 在这个地方呢 half hidden 有一半被遮盖着 他还是能看到 he could watch 他能看到这个红头发的家庭 on the platform 他在站台上 and they hear what they were saying 能听到他们说了什么 the mother had just taken out her handchief 他的妈妈拿出了他的手帕 run 跟他的小儿子说 you got something on your nose 你背上有个东西 the youngest boy try to jerk out of the way 这个小男孩呢 尝试着挣脱 挣脱出来 他妈妈拽住了他 对吧 他在11岁的小男孩 but he grabbed him 他妈妈一下抓住了他 begin rubbing the end of the nose 开始去擦他的鼻尖 把那个脏的东西弄掉 mom get off 放开我 he wriggled free wriggle像小松蠕动一样 从他妈妈身边挣脱开来 变得自由了 大家能理解 小的时候 你给自己的儿子女儿 插一个什么香香 插一个什么高高 什么的 就挣脱就不愿意 对不对 wriggled free 终于挣脱出来了 我们知道他家里有四个男孩 都要去上学 对吧 老大呢 是一个prefec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大 是什么样的性格 the oldest boy came striding into sight 开始 大踏步的走到他们的视野里面 走到哈利的视野里面 he had already changed into his billowing black hogwarts robes 说这个老大已经换成了自己波浪滚滚的billowing 大家知道你穿一个那长袍子走得特别的快 那个就像海浪一样 这个波浪滚滚的黑袍子象征着全力 and harry noticed a shining red gold badge 看到了一个闪闪发光 红中带金的一个 badge 一个徽章 on his chest 在他胸脯上 with the letter p on it 上面还有个字母p 这个p是他的名字 还是他的头衔 都有 我们来看看这个男孩怎么说的 cannot stay long mother 妈妈我不能在这待久了 火车快开始了 he said I'm up front 我在前面的车厢 the prefects 高年级的机长呢 have got two compartments to themselves 我们高年级的学长呢 有自己两个专用的车厢 体现他的这个职位 体现他有的特权 对吧 oh are you a prefect percy 那sa one of the twins 老二老三 一个双胞胎 开始拿他大哥开涮了 oh你是几长呀 percy with an air of a great surprise 有种感觉 好吃惊呀 you should have said something 你应该早说啊 你不说 我们哪知道你是几长呢 we have no idea 我们都不知道呢 henna 诶等一会儿 I think I remember him saying something about it oh 我好像记得 oh 大哥percy 之前说过自己是几长 sa the other twin 另外一个 跟他一蹭二鹤的 另外一个双胞胎 孪生兄弟说了 once 我听他说过一次 或者是两次 一分钟就说一次 一分钟就说两次 等我听什么 a minute oh 沙玛 整个夏天都在说 他们就在 说他这个大哥 爱慕虚荣 对吗 oh shut up 你们俩闭嘴 say percy the prefect 只有一家人 特别的亲密 才会开这种玩笑 那么孤独的 harry 一个孤儿 坐在火车 一个车厢 靠窗的地方 看着他们一家人 然后互相在那开涮 自己陷入了城市 对不对 他们一家人 继续说 hey mom guess what 妈妈你猜怎么着 guess who we just met on the train 我们在火车上遇到了谁 harry lean back quickly 那么 harry 赶紧 call 身后 头就往后说了一下 免得 他们发现自己在偷听 对不对 harry lean back quickly 这样的话 they couldn't see him looking 他们就看不到 自己正在 正在看他们一家人了 you know the black hair boy who was near us in a station 你知道那个在 车在那个近站的时候 黑头发的那个男孩吗 you know who he is 你叫他谁吗 谁啊 harry 哈利波特 harry heard the little girl's voice 忽然听到了 四个大哥哥的 有一个 比小一岁的那个小女儿 小女孩 这就是 哈利波特 我们知道 一生的自爱 后来他们 结婚的他对象 但那时候 还是一个 十岁的小女孩 他不知道 oh mom can I go on the train and see him 妈妈 我可以上火车 看看哈利波特吗 mom oh please 求救你了 让我上车吧 啊 小孩我们都知道 呃 特别好奇 自己天天听爸妈妈说 当年十年前的时候 啊 这个不可一世的 伏地魔 怎么被打败的 对不对 啊 近现代当代的 魔法史的书里面 就有哈利波特 是一个名人 我也想看一看 啊 这个小女孩 而且看四个哥哥 马上就要离开 大家想一想 我们小的时候 是不是啊 这个哥哥 什么什么要去哪里 姐姐要去哪里 非要跟着去 就不愿意一个人 自己留在家里 对不对 她妈妈怎么说的 跟她的这个小女儿 精灵说了一句 you have already seen him 你见过她的精灵 and a poor boy isn't something you goggle at in a zoo 这个可怜的男孩 并不是你在动物园里 可以睁大眼睛 看的一个看大猩猩一样 他是人 你盯着他看不礼貌 is he really weird Fred Fred 你说他真的是哈利波特吗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又跟我开玩笑 ask him 你问问他呀 I saw his scar 我看到他的刀疤了 我看到他的头上的 那个疤痕了 is really there 真的在那 就像一个闪电一样 poor dear 可怜的亲爱 可怜的孩子 no wonder he was alone 难怪他是一个人 所以一直在强调孤独 我们经常说 er是1 l还是1 won还是1 所以双十一 光棍节孤独 对不对 难怪他一个人 十一岁 还未成年人 按说这种在 这种不能够单独 扔在公众场合 对不对 你想我们澳洲了 十几岁 扔在家里了 这父母 这孩子监护 全都被政府收中 孩子就不是你的了 那么你 所以他 难怪他是一个人 孤儿一个 I wondered 我刚才还在纳闷呢 为什么11岁的小男孩 拿这么多种行李 就他一个人呢 He was ever so plied 他一直都这么有礼貌 When he asked how to get onto the platform 他问我们 怎么去 9又四分之三站台 这是他的妈妈 动了怜悯之心 I forbid you to ask him Fred Fred不要问他 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不要勾起他的 曾经痛苦的往事 No Don't you dare 你敢 好像呢 He needs reminding of that on his first day at school 好像他的双胞胎的 这个儿子需要在 上学第一天 就需要被人提醒 不要去问这些事情 All right Keep your hair on 好吧 妈妈你放松一点 你头发都掉了 头发都竖起来了 你紧张啥 我不问他 行不行 Keep your hair on 这是一个习语 就是你不要紧张 我不会问的 A whistle sounded 忽然 火车的气笛 开始响起 吹了一个口哨 马上要离开了 Hurry up 快点 The mother said 他妈妈说道 And the three boys clambered onto the train 这些男孩呢 爬到了火车上 They leaned out of the window 他们把头伸出窗外 让他的妈妈跟他吻别 Kiss them goodbye 西方人表达感情比较直接 中国人比较内敛 从小我们就没见过爸妈妈 什么接吻 从来拥抱都少 对吧 那么这个西方呢 比较直接 And their younger sister began to cry 他们最小的那个妹妹 Jini开始哭了 四个大哥哥都到了十一周岁以上 可以去上魔法学校了 他太小 还不能去上学 所以立刻就哭了 The train began to move 火车开始pull out 慢慢地出站 Harry saw the boy's mother waving 看到他的妈妈挥手 And their sister 他们的小妹妹 half laughing half crying 一半是笑 一半是哭 笑 从来没见过火车 这火车这么大 动起来真好 half crying 一半在哭 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哥哥了 这一年 或者这半年 running to keep up 他一路奔跑 想跟火车相对静止 想跟火车速度保持一致 Until it gets too much speed 直到这个火车速度太快 Then he fell back 然后他就落在了后面 只挥手 Wave的挥了手 Harry watched the girl 大家想一想 And her mother disappeared 看到这个女孩 看到她妈妈 刚才跟这一家人 其乐融融 该吻别的吻别 甚至 把让鼻尖上面脏的东西去掉 充满了家庭的温馨 她内心是 肯定是非常的痛苦 甚至非常的羡慕 但是他同时 大家也知道 他特别期待 开始自己全新的魔法旅程 对不对 好 那么哈利 看着他的这个妹妹 和妈妈消失 那watch是看一个动态的东西 因为火车在动 虽然他自己没动 As the train rounded the corner 当这个火车 绕过一个拐角的时候 看着他妈妈消失 Houses flashed past the window 旁边的这种大的房子 呼啸而过 在窗外 Harry felt a great leap of excitement Harry呢 看不到他们了 没有那么多伤感了 就感觉内心里又 忽然感觉到 一阵喜悦 He didn't know what he was going to 他也不知道 他要去做什么 他去学什么 But it had to be better than what he was leaving behind 总该比他在姨父姨妈家 过的日子要好吧 好 这样的话呢 他的魔法旅程从此开始 今天哈利波特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底下评论 点赞分享 Alright See you guys